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熊 继续为您解读俄乌战争局 俄乌战争进入第771天 武汉无人机昨日继续对俄罗斯本土发动袭击 这次的目标是莫斯科 作为结果莫斯科地区波多利斯克电站发生爆炸 导致波多利斯克的几个区断电 电动公共交通已经停止 此外 位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的阿斯特拉罕天然气加工 因计划外维修而停工 具体实践恢复时间尚不得而知 此前路透社曾报道说 由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JZPMM控制的阿斯特拉罕天然气加工厂 遭到武汉无人机的袭击 导致某初级炼油装置受损 该装置涉及该工厂年总产能34万桶每日的一半 俄罗斯幅员辽阔 无法被其防空系统所覆盖 只能将大部分的资源用于保护莫斯科 圣米德堡 克里米亚和前线俄军 再无余力保护后方 料厂等能源基础设施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 塔伯洛夫承认 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在俄罗斯上空自由飞行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他也表示除非占领基辅 否则俄罗斯无力应对乌克兰的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袭击 因为俄罗斯国内的空中防御太空虚了 甚至连除乌克兰之外的其他边境地区都缺乏雷达等监控系统 我们还没提到修复能力 包括美国在内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在帮助乌克兰 修复受损的电力基础设施 谁来帮助俄罗斯修复受损的料厂和与战争有关的工厂呢 很难 不管是料厂还是其他的工厂 都依赖西方提供的零备见和技术支持 塔布洛夫应该算是俄罗斯系统内少数愿意说出真相的人 上一个将皇帝的新衣曝光的是俄罗斯军神斯特利克夫 他现在在监狱里上上一个干的人是普里克金 他现在已经被金子送上天了 回到战场上来 最近这几天俄军在不同的方向加强了攻势 装备和士兵损失非常的惨重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进攻 看着有点让人头皮发麻 过去24小时 乌军击毁击上了俄军18辆坦克 35辆步兵战车 阿弗蒂布卡前线 昨日俄军的人陆突击队被乌克兰第三突击旅炮兵的急助弹药摧毁 没有新的战线变化 新海里夫卡方向 在过去三天里 俄军从北部推进 夺取了新的林弹 与此同时 从南部推进的俄军完全控制了战壕系统 很显然俄罗斯人的进攻 是沿着南北两个高地进行的 一旦占领这两个高地 乌汉部队将被迫撤出新海里夫卡 并严重危急从科斯蒂尼亚夫卡以南 通往乌格列达尔的补给舰 东部前线 库布扬斯克方向 在过去几个月里 俄军持续进攻西基夫卡 试图夺取该政 以便从北部向库布扬斯克推进 但经过几个月的战斗 乌克兰人的顽强防守 让俄军的进攻屡屡无功而返 后者在遭受巨大的损失后 已经减缓了在此方向的攻势 克里米亚方向 乌克兰炮兵和FPV无人机 昨日摧毁了两个 由主战坦克和重型装甲车 组成的俄军突击纵队 克里米亚方向 JOR的一名官员表示 乌克兰将在2024年上半年 瘫痪克里米亚大桥 布达诺夫已经拥有实现 这一目标的大部分手段 目前俄罗斯正在修建一条 连接南部备占领土的铁路 作为经克里米亚大桥的 运输线的替代路线 该铁路的建设 开始于2023年8月 目前还有约13公里的轨道 上代铺舍 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 444,370人了 赞尔斯基在与芬兰总统 亚历山大斯图部 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称 除以已经开始的15万征兵之外 俄罗斯还计划在6月1日 再动员30万军事人员 但就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的 普京想要征服这个国家 将其从地图上抹去 使其成为大俄罗斯的一部分的愿望 没有也不可能实现 征兵30万应该是最后的豪赌了 这是通过俄乌双方的可视证据 统计的装备损失情况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乌克兰国防部宣布 乌克兰制造的F300无人机 已做好了行动准备 其有效载荷为300公斤 最高飞行高度为9.1公里 最重要是它的航程达到了3300公里 并对俄罗斯大多数连游厂形成了威胁 泽战斯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承认 美国政府不支持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连游厂 但他强调这是乌克兰的合法军事战略 他们不会停止袭击 实际上美国政府虽然不支持 但也没有表示反对 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资助了APSV 国内电子战系统的开发 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该系统在五个月内设计并开发完成 第一批APSV监测站已经部署在前线 国外山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 约翰逊保证会在复活节假期结束后 即从4月9日起 对新元乌法案立即进行投票 福布斯称美国政府很快 会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3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埃萨尼亚效仿捷克的炮弹联盟 打算为乌克兰目击20至30亿美元 购买80到100万发炮弹火箭弹 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埃萨尼亚国防部长 汉诺·佩夫库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盟友提供资金 埃萨尼亚可以为乌克兰购买价值20到30亿美元的炮弹和火箭 以目前价格计算 这相当于80到120万发弹药 芬兰已经基本锁定了炮弹的来源 包括15毫米和152毫米的 但是必须尽快筹集资金 因为俄罗斯也在全球扫货 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到访基辅 并与泽连斯基签署了安全合作和长期支持协议 此前芬兰外长已经公开响应马克龙的号召 称不排除向乌克兰派遣军队 尽管被美国、德国和北约领导层泼了冷水 但马克龙是对的 只要北约出兵乌克兰作为一个选项存在 就能起到威慑的作用 当初在俄罗斯准备入侵乌克兰时 拜登公开明确的表示 美国不会派兵进入乌克兰 那就像一封邀请的信 某人当然会行动的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 美国曾于3月6日警告俄罗斯 恐怖分子翻红花在施政厅发动袭击 但普京公开称美国的警告是敲诈 昨天俄国联邦安全局长布尔特尼科夫有报言说 完顿提供的资讯过于笼统 且不允许我们识别所有可能参与袭击的人 布尔特尼科夫还是过于含蓄了 应该是一切责任都在美方 有读者问 关于泽连斯基放弃了原先主张的除非俄罗斯军队退出1991年的乌克兰边界 否则不可能启动和谈的立场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自2022年在土耳其进行的和谈以来 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立场从未改变 即必须收复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领土 实际上泽连斯基的原话是说 俄罗斯再这样施办下去就会通过谈判来归还乌坎土地 这样乌坎就不必一定要使用武力收复1990年来的所有的领土了 这里何尝有半点放弃收复全部领土的意思 不过说实话 有这样的结果我一点也不例外 能把只要还有一个乌坎人愿意抵抗 北约就不会放弃支持 解释成北约要打到最后一个乌坎人的简中特色翻译 从未让人失望过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对未来的忧虑便吸上心头 我还年轻 我不希望未来人生在垃圾的时间耗尽 也许是我皮肤汗术自不自量力 但我还是希望通过发声录视频 为这个几乎一边倒的世界 挣扎出些许生存空间 为了我和我的家人 也为了那些三观一致 所谓谋面的朋友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节目最后 恳请宽宜的朋友给大雄一些打赏 做视频已然不足以糊口了 最近因为俄乌话题日趋敏感 视频被大量黄标 流量也急剧下滑 所以恳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国内的朋友可以扫频道主页的赞赏二人码进行打赏 在此大雄向大家表示真挚的感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